嗨豆漆呀呀!今天呢又是視力測驗囉! 因為我要把手邊八盤霧面為主的巧克力色眼影盤全部上臉 然後呢上手啊整個特寫全部給大家比較 雖然呢我知道大家會覺得說霧面色巧克力色系好像也不是現在最流行的啊 我也會擔心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興趣 可是呢這一個關鍵字對我來說是目前我自己最喜歡的 我一直非常非常著迷霧面色的眼影帶給人的這種深邃度啊質感跟低調的感覺 然後呢所謂的巧克力色系因為我想要形容一種咖啡色系 我希望它不要是偏橘然後不要偏紅不要偏粉 看起來呢就是比較純粹的一個大地色系 所以呢我就把它稱之為巧克力盤 這個色系呢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在我用了這麼這麼多的化妝品之後呢 是最耐看的 然後也是讓我覺得應該好幾年後回去看 我使用這些眼影盤畫的妝容都不會覺得說太丟臉太奇怪 就比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吧 那今天分享呢我精心挑選過有開架的有專櫃的有比較平價的有比較高價位的 然後有日系韓系啊歐美全部都有 那為了讓我能專心的畫這八盤眼影呢 接下來我就會用配音的方式或者是上字幕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好那第一回合呢是日系跟台系的巧克力盤PK 兩盤的價位都差不多我特地挑選過的 我們先來刷色Kimmick的01號 它的第一個顏色呢是在整個系列唯一有一點點微珠光的一個顏色 然後顏色呢就慢慢的升上去 看起來好像覺得它很清淡啊不夠飽和 但其實它是一個很好暈染很好堆疊的一個眼影 這系列呢我也是蒐集了全部的色號 再來是Kimmick這一盤算是比較新的顏色物中 它裡面呢就有一些亮片啊跟珠光的顏色 然後看得出來呢它的發色就比剛剛Kimmick看起來飽和許多 但是呢我說真的不是眼影越飽和越好 我覺得越飽和的眼影越吃你的技巧 還有呢在你的刷具好不好用適不適合也非常重要 不然就會失手 那首先呢我們就使用Kimmick這裡面 淺淺的霧面色來做第一層打底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眼影盤我算是疊比較多層的 但是呢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個最適合新手的一個霧面盤 絕對是 因為你看這樣我每次慢慢疊啊慢慢暈染 完全就看不到色塊的蹤影 它呢是一個透明感然後讓你可以一直慢慢疊慢慢疊 真的幾乎不會失手 而且可以很簡單的畫出有漂亮漸層啊乾淨的妝 只要呢你是有耐心慢慢堆疊的你一定是可以畫得蠻漂亮的 然後最後呢 我再拿最淺的這個顏色來打亮眼頭 這一盤算是我收集了所有盤裡面後來比較常使用的 因為第一個它也是一個巧克力色然後再來呢它是 這整個系列裡面有最深的咖啡色的一格 所以呢我會拿它來當眼線算是比較有效果的 我覺得真的不用動太多腦也不需要太多技巧 只要你疊疊疊就是一個漂亮漸層的眼影 那這一次呢我只會夾睫毛不會刷睫毛膏了因為不然這樣之後卸妝很難卸 這樣子呢是KMAC的01色號 是非常方適合新手或是一個淡妝派的你入門的第一個霧面眼影盤 再呢把刷具清理乾淨 再來上HIMI的這一盤 我先用米白色打底之後呢拿第二淺的顏色 你看得出來你看我上上去 就可以看得到色塊然後我必須把它暈染開 可是KMAC幾乎我每次上上去 就是很悄悄的疊悄的疊 然後這個顏色呢是第二淺的 我上了兩層呢幾乎深度就快要比剛剛KMAC疊超級多層還要深了 可是呢相對也是我比較需要拿另外一支眼影來把它暈染開 我覺得那個漸層會比較漂亮一點 再來呢我再拿越來越深的顏色這樣子慢慢堆定 這時候呢你就會看到HIMI呢顏色比較飽和 所以呢很容易會有看 感覺明顯的界線啊太濃的情形 所以呢我就會再用暈染刷再去多暈染一下 不過呢我覺得可能對於膚色 比較深一點的人 或許你會覺得日系眼影啊KMAC對你來說呢顏色不夠 飽和 沒有辦法在你的眼皮上呈現出來那個顏色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 更適合HIMI這一個一點 因為呢他的顏色比較深一些 然後也比較飽和一些 所以呢如果在比我深一些的膚色上面呢 他也會比較看得出來 這樣子呢是兩盤眼影的對比 整部影片我完全不會另外用眼線產品 我就用 這一盤裡面的最深色來當眼線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呈現是最準的 不知道大家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我自己覺得對我的膚色來說 跟我的喜好來說 我自己就是會更喜歡KMAC這一盤 HIMI對我的膚色來說有點太容易失守 加上他的飽和度 但是呢如果你的膚色跟我不一樣 或許你會有完全不同的答案 這一些真的都是要列入參考的 接下來呢就韓系的PK盤 我最愛的TUKOFOR SCHOOL 跟正宣墨 首先我們來刷色TUKOFOR SCHOOL 大家不知道看得出來 他的粉質 非常的綿 然後很服貼在我的手上 上起來很柔綿 柔霧的 然後有一個珠光打亮眼頭的顏色 再來呢正宣墨 就可以看得出來他的粉感覺好像比較鬆一點點 然後呢飽和度再更高一些 那他呢也是有一個 巧克力色調跟一個比較柔粉的色調 也算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基本盤 兩邊的對比一下 好接著上演TUKOFOR SCHOOL 他因為有這樣兩個色系嘛 大地色系跟有點偏粉的 我就先用上面這一盤 先最淺的刷一下整個眼周 然後呢再上第二淺的 刷在整個眼窩的地方 這一盤也是 極好暈染 但是呢他又不像Kanmake那麼的透明 他呢可以很快速均勻服貼的在你的眼睛上 而且呢同時你是很快看得出來他那個深度 雖然他的顏色也是本來就不深 然後他三個顏色的那種深度都是漸層上去的 所以你會覺得 一層一層上上去真的是 極好暈染 這一盤是我所有盤裡面 畫起來最快的一個 因為我真的刷上去 然後不用暈染個幾下 全部都融回在一起了真的是太棒太方便了 你看這樣子很輕易的就算是 再深一點的顏色 我很方便的就暈染在眼尾 然後完全不會覺得 我還需要其他的刷具來輔助 如果呢你覺得Kanmake對你來說太透明感 或是你懶得再疊 Too cool for school 這一盤真的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一盤 真的覺得全世界的眼影應該要是這種粉質 超好上手 超好暈染 然後又不會 他也需要疊太多層 然後顏色就是調得 很剛剛好 無腦的這樣淺到深 畫幾乎都只要畫一次 然後就可以完成一個 很好看的眼妝 然後他又有個眼頭的打亮顏色 可以讓你整個霧面的感覺 更聚集然後更不會像黑眼圈 或是眼周暗沉 就像一個很漂亮深邃的眼妝 他的珠光打亮真的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顏色 效果很好 再來呢我們上正宣Mode這個 一樣也是用左邊的巧克力色系嘛 首先我就先用第二淺的顏色來 先刷在整個上眼皮 然後呢我大概會刷個兩次 讓他有淺淺的陰影 再呢再上深一點點的顏色 這一個我就覺得他的粉質 其實比Took of a Score 再鬆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伏貼度就稍微輸他一些 稍微你不小心會有一點點落粉 可是呢我也是 覺得他是一個 效果還蠻好的一個演繹 然後他比Took of a Score 發色還要再更飽和一些 就是如果呢你是 想要眼影能可以快速達到你的濃度 那你可能就會比較喜歡這一盤 那效果呢會更 飽和 然後再更強烈一些 如果你想要的話 其實他也算是一個蠻實用的一盤 粉質也是好暈染 那他呢你就可以搭配你手邊其他盤的 珠光的顏色來 提亮一下眼頭 我覺得 眼妝會更有那種 集中聚焦的感覺 這樣子對比明顯就看得出來 其實有打亮眼頭是差蠻多的 正宣Mode這一盤呢我覺得 每次拍照用他 也是還蠻上向的 其實Took of a Score對我來說 就是更無腦 然後更快速 然後呢又可以直接有打亮的一盤搞定 再呢是兩個歐美開架盤 Milani現在台灣買得到 但是Elf可能要到國外的 我先來刷色Milani 看得出來這樣刷色比較 就是他的粉 其實還蠻鬆的 然後刷起來都比盤內看起來還要再 更淺一些 然後你可以看到 粉質比較軟 就很容易有那種碎塊 這樣子相較起來就覺得 Elf好像 似乎比較均勻 然後粉不會太軟 太容易鬆掉 如果太鬆散就比較容易在 畫的時候 會有一些落粉的問題 只是這樣目測下來 就Elf比較多格 是很類似的顏色 接著上眼我先用Milani最淺的打眼周 然後使用第2淺的顏色打在眼窩的地方 再使用右邊第3 這個 來加強一下深邃度 你不覺得盤內看起來 還蠻深的 但是其實畫上去 又好像很清淡 那就是慢慢堆疊 其實他也算好暈染 只是真的就是 上臉 就會淺很多 然後他呢 我覺得色調算是比較 帶一點柔粉 隨便疊一通 其實就是合理的 所以呢我就是 隨便疊一通 反正他全部混起來 就是一個 柔和的 柔粉的霧面色 然後呢一樣就是用最深的顏色 畫一點眼線 這樣子呢 是Milani的 這一盤 呈現的效果 稍微帶一點溫柔 但是又低調的感覺 再呢 Elf的這一盤 一樣是先從 淺的 打底嘛 反正都差不多 然後越用越深 然後從眼窩暈染上去 然後呢再慢慢的堆疊 其實這盤呢我懷疑很多個顏色 上在眼上 都沒有 非常大的差異 但是就是 隨便沾 隨便混 然後越疊越深 這樣子 再來呢隨便抓一個顏色 來上下眼影 在最深的顏色呢 畫一點眼線 他呢好像其實算是 也可以畫眉毛的一盤 這一次呢 我不是說我覺得我的眼下 卸掉之後 沒有把它好好遮好 真的對不起大家 再加上呢沒有眼頭打亮 就覺得眼下好像有一點點髒髒的 也是部分跟眼影盤有關 因為前面幾盤很多 都是 比較沒有那麼掉粉 然後我覺得歐美好像很容易 鬆鬆的 整體來說 ELF的就是沒有帶有柔粉的那個顏色 算是相對比較冷一點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時候看得 姆薩薩 覺得想說 怎麼都那麼像啊 但是呢我還會另外整理整個圖文的版本 在IG 大家可以看圖片然後一直來回刷 比照一下 再來呢是比較走高級路線盤的 Hourglass 跟這個Town Ford 如果啊以台灣原價比來說呢 Town Ford算是比Hourglass貴快要一倍 那我首先刷色的就是近期很愛的Hourglass 大家不覺得這樣刷色明顯看得出來 完全沒有那種粉好像不均勻 然後又碎掉又鬆下來的感覺 很均勻很服貼 然後Town Ford呢就很明顯 顏色 很飽和 很強烈 這個影片呢我覺得意外也會變成一個你可以看 各種眼影不同的發色度啊 刷在手上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他的粉 然後呢 再刷到眼睛上你就可以對比出來說 原來 刷在手上是這種感覺你上在眼睛會是多強烈 或者是 多清淡 真的是很明顯的對比 很好的教材 好那我就先用Hourglass的最淺的來打整個眼周 稍微讓眼周清爽然後再上一個再深一些些的顏色 在整個眼窩內 輕輕的刷一層 他真的完全都不會掉粉 然後再上再深一點的顏色 再堆疊 他的顏色呢對我來說也是很 剛剛好的深邃度不會過於強烈 但是如果膚色比較 健康再深一些些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夠明顯 那我就是慢慢地 淺到深這樣堆疊起來 大家知道我最近是還蠻愛這一盤的 我覺得他的顏色啊 整個粉質然後整個外包裝都覺得蠻有質感的 然後上起來的那個深淺度啊也是我很喜歡的 然後最深的顏色也是可以畫一些眼線 雖然不是超級飽富的眼線 但是呢這個妝效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再呢使用Town4的這個 先用最淺的打底 然後呢再用再深一點點的霧面色 來上這整個眼窩 欸整個都是霧面色啊 看得出來上一層顏色就蠻深的 然後呢你看 飽和度非常非常的高 就上一點之後呢小心的把它暈染開 很快的就達到一個很深邃很深邃的效果 如果呢你追求稍微比較強烈一點的深邃一點的霧面的話 你就會覺得欸這盤很方便你不用疊太多層 因為像Alcala Snake可能你疊很多層他也不會太深 然後他這個Town4裡面有一個超黑的黑色眼影 剛好拿來當眼線 上起來呢完全就像你上的眼線筆一樣很黑 不過呢我會覺得這一個眼影盤對我來說 稍微是比較小心 一不小心就會對我來說太重一些 然後Town4雖然感覺妝感其實蠻高級 顏色蠻高級 但好像就覺得 Hourglass比較適合我這個年紀 Town4好像是那種 歐美女星走紅地毯的那種煙燻大地色眼妝你知道嗎 好像對我來說有一點太重 再成熟一些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8盤巧克力盤的心得 希望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一起愛上巧克力盤們 那我另外呢也會整理圖文版本 在IG那邊 然後還有簡單的文字心得 大家如果怕看完完全就是忘記哪一盤哪一盤怎樣呢 就可以回去參考一下 那記得追蹤我的IG喔 今天影片到這邊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